带着前两世的记忆 女人第三次重生了 到了18岁 她有了个明确目标 和第一世是滥读的穷男友交往 因为在第二世 她偶然发现 由于没和她交往 滥读男友竟成年入十亿的企业家 所以这第三世 她要抓住金规序 但也绝不能和第一世一样 任由男友放飞自我 这次一交往 妈妹就对男友开始了严格的管教 首先绝不能去打小钢猪 那是赌博 碰上男友偶尔逃课 妈妹立马打去电话催促 男友打游戏 妈妹也会教育 她心想 绝不能因为和自己交往 而毁了男友年赚十亿的潜力 终于在她的管教下 不到一个月 男友就提出了分手 好几个十亿 就这样无情的走了 妈妹心里还有点小难受 不过他们的故事还没完 接下来的大学生活 和前两世一样 匆匆的结束了 到了工作 妈妹选了不一样的 不再是忙忙碌碌的驱公所 或者烧酒玩午的药剂师 而是电视台 她感觉电视节目 能带给很多人欢乐 这样应该算是 急了很大的德 从最基层做起 一步步到了现场制片助理 所谓现场助理 就是统筹现场的各种事物 让拍摄顺利进行 但这天快开拍时 她突然接到妹妹的消息 父亲生日 她一下就着急了 并不是着急不能给父亲过生日 而是上一世的这一天 她在地铁 救了被冤枉的老师 如果不去救 老师就会无辜被抓 最终被学校开除 但现在一不在老家 二还有拍摄任务 她安慰自己 不去救也情有可原 真的要放弃时 又想起老师上一世说的 才结婚 妻子怀孕之类的话 真的好难伴呀 这要不救 老师的家庭 说不定都会破碎 马美立马去看了时间表 唯一的办法 就是提前拍摄 她跑到各部门进行统筹 给临时演员送上茶水 让他们保持精力 避免出错 帮真实演员规划路线 希望对方能提前到场 通知设备组检查设备 和副导演商量免去晚饭 对于这些 大家当然乐意 早结束 所有人都能提前下班 一切准备就绪 在演员提早到达时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搞得演员都迷糊了 看来职场人 对提前下班的渴望 深入骨髓 最终早结束了三个小时 从东京到老家 只要两小时 绰绰有余 但新的问题出现 九点左右的地铁有三趟 她忘了具体是哪一趟 没有其他办法 马美提早到达 决定等着老师出现 不过意外又来了 碰上了初中同学小静 马美急在上一室 小静这时正和小夫闹离婚 果真小静一开口 谈的也是这事 还希望马美给点意见 这种突发状况 马美没有准备 边敷衍 边冬张希望 最后实在没办法 约着小静下次聊 刚打发走小静 老师就出现了 马美追上去 想靠着叙旧 错过那趟地铁 但多年不见 还真没有太多话 老师也着急回家 看怀孕的媳妇 没办法 只能陪着老师上车 扭头一看 上一室冤枉老师的女人 就在旁边 保险起见 马美硬拖着将老师 拉到了另一间车厢 在老师抱怨学生 越来越难管 一点鸡毛蒜皮 家长都要把事情 闹大的时候 马美终于看见管理员 把骚扰者带走 老师算着平安了 又是功德一见 这时马美也该回家了 递上礼物 父亲高兴得不行 因为马美为自己生日 特地回来 回到东京 有了这次的经历 马美梳理了 上一室还有哪些必做的事 首先就是爷爷吃错药的问题 他做了提前规划 一段时间后 和妹妹去了一趟爷爷家 以自己做医疗剧为理由 认为爷爷的两种药是相克的 拿去药局确认 等待的奸细 和第二室一样 他又随手翻了杂志 又是男友那一夜 年入十亿 变成了九亿 马美很不服养 只交往了一个月 而且自己那么认真 怎么收入还少了呢 外公的事结束后 还有同学林奈 被已婚男骗感情的事 马美决定直接阻止相遇 这样就不会有之后的感情被骗 于是他早早来到林奈说过的相遇地点 吃了一份套餐 林奈没来 甘做着不好意思 又点了水果 林奈还没来 接着点了冰激凌 点了水煮菠菜 已经快撑不下了 林奈终于来了 马美装作偶遇 又吃了一顿 这是已婚男公港来了 为了让林奈注意不到公港 马美使出浑身解数 可最终要走了 公港竟然主动打招呼 林奈之前在公港手下实习过 千方万方 两人还是交换了号码 这招不成 马美第二天直接杀到公港的单位 请她不要打林奈的主意 公港还装傻 马美摊牌了 昨天她已经注意到 公港和林奈搭讪时 专门取掉接婚戒指 她警告公港 别耍小聪明 要不然等着身败名裂 这彻底下入公港 马美又积了大德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在跟了几个大热剧之后 马美成了制片人 制片人并不好当 要拿出能说服公司投钱 编剧创作 演员参演的企划才行 经过多番思考 马美以自己重启人生的经历 做了企划 很快便获得公司通过 可接下来的剧本创作 她的企划被改得面目全非 编剧认为重新三次 还指着挽救同学父母婚姻 让老师躲过被冤枉 太过平淡 照常理说 重新后 不得诺贝尔奖 也要达到拯救他人生命的高度 刚成制片人的马美 只能跟着附和 不过好在改完之后顺利开拍 由之前的普通叙事 变成了一出奇幻悬疑复仇爽剧 马美心惊胆战地跟到拍完 接下来就是开播 验证质量的时刻 这一晚 马美也着急地回家看电视 走在路上还在欣赏预告片 如此不专心 让她有了和前两世一样的结果 出车祸 这次她有些恼火 就不能让她看完自己拍的剧之后再死忙 回答得这么坚决 马美不想讨论了 进入主题 下一世能投胎成人吗 结果还是不行 下一世是海胆 这么努力还只是海胆 马美不接受 使者告诉她还可以再重活一次 马美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她第四次重生 这一次为了成人 她积德的方式都变得激进了 碰到林奈爸爸给杨子老师电话 她直接追上老师 要当面教育她